好,那我們就下一話囉 我們剛剛講到射散 然後稍微講到一些吸收的概念 那我們其實來從另外一個角度 來看一下射散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是在戒指裡面 所以我們知道幾個基本的式子 第一個,波數是光速除以折射率 在戒指裡面波數理論上會變慢 因為一般的戒指折射率一定都是大於1 比如說水好像是1.33之類的 反正這個速度在水裡面絕對不會到光速,就會變慢 那速度在一般波動裡面都知道是頻率乘以波長 當然我們現在也很常用角頻率跟k來表示 所以譬如說可以寫成 Omega除以k 就是色散關係 等一下會轉換到另外一個地方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式子 我們一定知道 光速嘛 c是定值嘛 所以這個如果你有這個曲線 你知道了 你知道每一個爛打 對應到了n 等於你知道爛打跟n 所以爛打 知道了 n也知道了 所以你其實 c知道了 n知道了 波數就知道了 那波數知道了 又知道爛打 f就知道了 f爛打都知道了 Omega跟k也都知道了 所以等於是 你其實不一定要給n跟爛打 那我們想要講的就是這個 其實你可以給 k跟Omega 我們看一次 我們用紅筆寫好了 假設 c一樣是定值 那如果你今天給的是 Omega和k 那你就可以算出波數 算出波數就可以算出折射率 所以一樣是你全部都知道 一樣是你全部都知道 所以射散關係也常常是 用Omega跟k的圖片來給 這個射散關係 兩個雖然 好像看似沒有關係 但其實是 其實就是等於給你全部的資訊 有關這個介質全部的資訊都給你了 好 那 有了這個我們就要來介紹一下 其實我們原本認識的這個v 我們認識這個v 是一個 是一個叫做 像速度的v 叫做face的velocity velocity 像速度 那 在我們待會的 講解裡面 說明裡面會有另外一個速度 叫 群速度 叫 group velocity group velocity group velocity 那 什麼情況下會用這個group velocity呢 就是我們的波一旦疊成了所謂的波包 我們的波 把他經過一番的疊加 就是有很多個波 有很多個波 疊加完之後就會形成所謂的波包 這個在 近代物理應該也會講到吧 反正就會變成波包 因為薛丁格當時就是 就是用波包在理解這個 量子力學 這樣 那反正這個 波就會變成波包 我們等一下會發現 這個vg 其實是對應到這個 OmR對k的微分 那我們畫在圖上面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比如說你要看的是 現在波長 現在的k假設是這個點 對過來 那你如果去算 像速度 那就是這個 這個k 跟OmR的B值 就是它的這個 斜率就是它的這個 像速度 那群速度就是這個曲線的切線斜率 這個斜率是vg 這個斜率是vp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好 那我們就是來 來導一下 你如果看課本啊 你如果看課本啊 它這個疊加在課本裡 就是拿 拿兩個波疊加 兩個波 那疊完就可以得到這個東西 但我們老師偏偏 比較高級 它的疊加是 用積分來疊加 所以我們就是 就只能 概括承受一下 我們就用積分的方式來去 理解這個疊加 會變成 Omega對K的微分 這樣子 那 跟上次 計算 進場繞設 非常的像 我們一樣是先想像有一個小小的 小小的這個 波 小小的平面波 好不好 那因為這邊是負利液轉換 這個有這個係數 我們一樣就把它寫起來 然後跟上次一樣 這個小小的這個波 這個D1 會傳嘛 會傳 傳到我們要 觀察的這個地方 經過了Z 所以就會經過這個 IKZ 我們這邊要考慮時間 所以就是 IKZ -Omega T 我們之前算那個 進場繞設的時候是 考慮是二維啦 所以這邊是 K.R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 那 只是那時候不用考慮時間 那時候不用考慮時間 但現在要考慮時間了 所以我們就把Omega T再加回去 DK 好 我們剛剛說老師這個 比較厲害 他們的疊加是要用 要用 要用積分 所以我們就用積分 他的這個積分完的結果叫這個 用這個希臘字母 這個 這個像三叉級的這個篩來表示 那我們就 就是也只能 也只能用囉 就是把上面這個疊加 所以就是積分 把它疊加起來 然後 這個 DK 把它疊加起來 那他的關鍵在哪呢 關鍵就在這個 Omega Omega 它做了一些 估計啦 做了一些估計 這個 Omega 我們知道它是 其實是 K的函數 是K的函數 就像 這個圖上面 Omega 跟K有一個關係 那 Omega 是K的函數 你給每一個K會對應到不同的Omega 所以Omega是K的函數 那 這邊就可以做一個 簡單的 態度展開 對不對 就變成 K0 加 D Omega DK K-K0 這個 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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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可以 應該可以 我想一下 應該可以 我們 我們 我們隨便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 譬如說 Esponential x 那就是 我們寫一般的態度展開 f of x 就是 你如果在0展開 就是f of 0 加上 那個一階分之 這個 f' of 0 x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那 如果你不在0展開 你在 x0展開 那 就是 f of x 0 加上 f' of x 0 一階 然後 x-x0 那 後面還有嗎 只是後面我們都會忽略 對不對 現在只是把f變成Omega x變成K 就是 泰勒展開 就是 泰勒展開 泰勒展開 這是 泰勒極速展開 好 那我們就用這個估計 就 帶進去 i kz 好 那這個估計我們就 直接帶進去 好 Omega Omega 0 欸 這個多寫一個0 Omega k0 加上 dOmega dk k-k0 好 還有一個t 好 然後 還有一個dk 應該沒寫錯吧 好像是這樣 好 繼續 我們把這個 因為這個是對k積分吧 所以我們跟k沒關的就可以提出外面 提到外面 所以我們可以提的有哪些呢 就有這個 1的 這個 負愛 然後 這個 Omega k0 就可以提出去 對不對 然後還有 這一項 這也是 k0 所以就提出去 dOmega dk k0 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 露吧 積分 10 然後 就老師寫這個10也是k的 凡數 所以我們就把它留在裡面 然後 這個 剩下的就是這個 exponential 你看有k的要留下來 i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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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k提出來 ikz 然後 還有哪一項 還有這一項 dOmega dk t 然後dk 就是這樣 好 那 那為什麼 為什麼偏偏就會知道 要看這裡呢 然後就把這個定義成VG呢 這個 就關乎於說 大家對 應該也是要學一點 近代物理 的時候會遇到啦 就是陳復一定會講 欸是現在陳復 對陳復會教嘛 他會講那個 有一個PD 有一個片尾分方程 叫做波動方程 他如果講到薛丁格 方程師他一定會講 有一個 是這樣寫 反正你對 位置為分 剛好會得到這個 滿足這個波動方程式的 的解就是 波 這個叫Wave Equation 只要我們能滿足這個方程式 的解 就會是一個波 就會是一個波 那 陳復 接下來就會做什麼 時空分離啊 什麼之類的 但我們就 我們就直接講答案了 反正這個的答案 在數學上面就是 就是任意一個函數 任意一個函數 它只要符合 就是它的答案 可以嗎 那 譬如說我們隨便舉個例子 這個可以是 這個函數可以是任意的函數 任意的函數帶進去都是相等 都符合這個 偏微分方程 這個 F可以是直線 可以是三角函數 可以是指數 可以是對數 也可以是他們的線性組合 什麼的都可以 相加相減相乘相除 全部都可以 只要是這個的函數就可以 那我們舉個最簡單的 譬如說 我們舉直線好了 Z 今天這個波就叫 Z-VT 所以我們就開始看 第一個我們看 T等於0的時候 這個 Si等於Z 這就是一條直線 通過圓點的直線 T等於1的時候 變成Si等於Z-V 對不對 所以它 就相當於向右平移V 變移到這裡 就平移V 從00移到V0 就從這裡 然後這是 T等於0 T等於1 下一秒移到這 下一秒移到這 它就變成一個波 向右傳遞的波 可以嗎 所以可以發現就是 這個 這個Z-T 的這個位置 就是 速度 這個地方就是速度 所以 其實我們就是 只有在這裡看到 速度的向 所以 疊加完 這個是疊加完 所以已經變成波包了 那波包如果有速度 就藏在這裡 就是藏在這個 D omega over dk 這個向 這個就是為什麼 會有群速度 這個概念 如果大家要真實的感受 那個群速度的感覺 可能要自己查影片 反正它就會有一個波包這樣子 這個波包會動 但是裡面的 裡面的波 跟這個波包的速度會不一樣 會不一樣 有可能這個 VP比較快 VG比較慢 通常都是這樣 大家可以找一些影片 來 了解一下 好 欸 十四分 我們第二把 講到這裡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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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